各位兄姐妹 大家好 我們又開始這個零修分享時間 這是一年讀經計劃 今天我們讀耶利米書第35到37章 在第35章裡 這一章提到尼甲族 這是記載在與約亞敬王在位的時間有關 學者去看到尼甲族 他們就像這個拿勢人有一個永遠的定例 他們怎樣呢? 就敵酒不尖 他們駐帳牌 而因為這個戰亂而避入耶路撒冷 這個尼甲族為我們立下一個好的榜約 這不是一個喝不喝酒的問題 而是他們願意去守戒律 去聽憤悔 去敬畏神 這個才是更加大的問題 以色列人的罪在哪裡呢? 就是他們沒有像這個尼甲族一樣 去遵從神的分配 在第15節這樣說 他說 你們各人當回頭離開惡道 改正行為 不隨從事奉別神 就必住在我賜給你們 和你們列祖的地上 指示你們沒有聽從 也沒有質疑而聽 但是我覺得在第35章裡面 他直接告訴他 現在有一個好的榜約 但是你又看到壞的榜約 但是今天你願意在神裡面 去選擇哪一邊呢? 我覺得這是在這一章裡面 對我自己很大的提醒 第36章裡面 是提到神的話 去臨到耶利米 去宣告上帝降災 去攻擊猶大和以色列的話 先知領受了 而巴勒就把這個神譽抄落起來 我們說為什麼耶利米自己不去做 原因就是他受到一個驅管 他不能夠進入耶路撒冷的聖殿裡面 在神的殿裡面宣告神譽 給他的百姓知道 而巴勒就這樣抄落了 他也代替了耶利米在猶大人的節行 在禁食的日子裡面 去傳講出來 他不單是傳給這個百姓聽 甚至是透過沙藩的家族 把神譽傳入皇宮裡面 使得皇和首領來聽到 即是上帝要對他們的說話 但聽到之後 其實這班皇室貴族 他不拒拋 他無動於衷 甚至燒了書卷 上帝命耶利米再次向皇來發預言 讓阿敬的皇後人 他不能夠再坐大衛的寶座上面 災禍臨到他們 這個消息除了 是舊的話再次去講述一篇之外 其實在這裡再增添很多相類似的說話 這就是36章裡面提醒我們的 來到第37章裡面 這一章是起手講到 王和他的神伯不聽耶利米的話 他們雖然很想聽耶利米 你說些什麼呢 但是企圖是想聽什麼呢 就是自己要聽到的話 來舉個例子 法魯軍隊要大敗加勒底軍隊 這個當然很開心 但事實不是這樣 因為耶利米的說話 這個皇反而以為先知 有投降敵人 是做他的油奸 不是漢奸 是油奸 他們捉拿了耶利米 將他打 打了身後 軟禁了耶利米先知 言而很嘲笑的是什麼呢 他們不想聽 但又繼續想問 繼續想問這個人 是不是有什麼神諭 立王去審問先知 但偶爾也去協助他 去保護他 將他籌在軍人看守院裡面 這樣就可以阻止其他人 對先知下手加害 當中有王的護衛院裡面的兵 來養活先知 不知道這是福還是我呢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 都會在暴風之中 去享受寧靜 在混亂之中 去領回這個平安 我相信先知 耶利米 他雖然在一個好的苦況裡面 他仍然會懂得恩賞 上帝的保護 他能夠發出讚美 而我們呢 我們生活裡面 我們怎樣看上帝 在風暴之中所持有的平安呢 我們在這幾章的分享裡面 我們去看到 在亂局之中 上帝有他的旨意 在蘇聯之中 我們去享受這個平安 讓我們今天 這個經文 再一次激勵我們 我們分享到這裡 我們明天 又再跟大家分享 我們在這陣子